国产古装剧在2021年终于有了颜值逐渐回春的迹象 先是有单改第一炮山河令注意在前 鬼谷头子温克行凭一己之力在零宣传的情况下摘得风批美人头衔 天窗之主周子舒也依靠从脏脏包到雪妹娘的转变 成功拿下演艺生涯最美古装造型 后有BJ之光长歌行紧随其后 草原猛男阿什乐森面冷心热的浩都 和长歌乐烟创造无限CP感 回想起来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在古装偶像剧里见到高质量的美男了 当年的古装剧有拼拼公子有谁先美男 有温柔如玉也有少年硬气 随便拉一个配角出来都是男神级别的颜值 而如今大部分古偶剧却只能看到颜值的层次 今天这样子只针对角色不上升演员 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近几年古装偶像剧里扮相拉胯的角色们 上阳副紫檀 饰演者杨又宁 关于这位歌到底是什么背景 已经成为了继景田到底什么背景之后的又一大娱乐圈未解之谜 开年的上阳副被吐槽为无语的玛丽素古装剧 剧中的紫檀更是成为了吐槽最凶的角色 如果说张子怡扮嫩是没眼看 那么杨又宁演美男子则是直接让观众自抽双目 在原著中 紫檀是京城风华第一的美少年 是王轩的白月光 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 至少也该是七小公爷又或者是润玉这样 可是我们的第一美男杨又宁却是这样的 这个装扮下的紫檀哥哥 要说是谁谁谁的初恋白月光 真有些牵强 毕竟书里说 紫檀眉间总笼罩着青烟似的忧郁 温雅如玉 何须如春风 当时向子脑补的是乔振宇的脸于朦胧的气质 可到了剧里 紫檀变成了套马的汉子 如铁般的猛男 从颜值来说 杨又宁不管是现代剧还是古装造型 都和美男扯不上半点关系 健康色的肌肤和硬朗的脸部线条 让他和硬汉又或者是中后老式的暖男 有更高的匹配度 比如寒战二中的何国正 都挺好李的谁天东 风生李的吴志国 只是杨又宁并没有整容式的演技 观众也不是瞎子 下次真的不要再想不开挑战什么美男角色了 赤狐书生王子兴 饰演者陈丽农 要说狐狸心和书生的设定 第一印象一定是聂小倩和宁采臣 而赤狐书生的狐狸心和书生则都是男生 李宪的狐狸心造型一般 但起码以演技取胜 陈丽农饰演的书生 没有张国荣的颜值 却有爱豆必修的表情管理 但舞台上帅到飞起的表情管理 一旦运用在他荧幕上 就变成了五官乱飞 音乐中有一种陆小葵上身的即视感 但本就前缺的演技雪上加霜 再加上不忍直视的古装造型 不像是书生 分明是技工 凌玉 秦烈 饰演者范澄澄 土耕男孩进化史 土黑半丑理解理解 凌玉后期角色成长 半相不吹不黑正常水平 但是 嫌弃的土耕男孩秦烈造型 直接被两根吁吁拉了眼睛 紧得不能再紧的头套 醋得不行的眉毛 让将子不敢认 他就是青春环游记中的李逍遥 秦雅吉 秦明 饰演者赵又廷 回想起当年三生三世是李桃花 赵又廷的定装照 引起了大部分网友的拒绝 这平平的五官 中分的长发 哪里是叶华 分明是黑山老妖本妖 但赵又廷凭借十足的演技 让观众真香 被称赞整容式的演技 可一次的成功勾起了 赵又廷的迷智自信 他再次挑战古装造型 在秦雅吉中出演秦明一绝 不算丑 但也和帅扯不上什么关系 紧绷的半马尾 将赵又廷的五官缺点 暴露无疑 说你像叶华吧 全靠角色滤镜 说你像秦明吧 抱歉我说不出口 其实赵又廷的演技不差 但他更适合现代硬汉的角色 当年的痞子英雄里 他的造型甚至可以和宰宰一较高下 他也适合接地气的操汉角色 就连在全员被吐槽的深夜食堂里 他都可以凭借马克一决出圈 但是美男 古装男神什么的 奉劝赵又廷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吧 陈情令《蓝忘机》 饰演者王一博 陈情令一招大火 成为2018年最火古装剧 两位主角也凭借该剧收获大批粉丝 一跃成为顶流 萧陈在剧中灵动活泼 造型撒爽帅气 与之相对的是冷酷深情的蓝忘机 总是一身白衣板着脸 背紧绷的头套金箍住的王一博 由于脸型偏长 露出额头后 让他的缺陷暴露得更加彻底 一度被人调侃 长得像杭州族方小吴 和粉黑一套图的知名男艺人 或许是吸取了蓝忘机的心眼 他在有斐加上了刘海 从观感上为炎之加分 风景霓裳 裴行俭 徐卫洲 风景霓裳口碑不佳 除了剧情魔改 惹得原主粉不满意之外 女主的演技和男主的扮相 都受到了不少诟病 男主裴行俭刚上线 王傲门对男主的吐槽声 就一浪高过一浪 原主中 裴行俭是一个温润如玉的美男子 言辞温和 目光澄澈 整个人却仿佛远在天边的贵公子 有一张温润如玉 却总是让人觉得难以接近的面孔 而许卫洲的反向 扎一眼望去 还以为是东城里的公公 其实许卫洲现代装也算是阳光帅气 只是在这套古装造型里 加分的身材优势显现不出来 没了刘海 面不略是反而明显了 也就是传说中的不适合古装吧 长香手 袁非白 饰演者余晓彤 余晓彤最近几年的作品不多 新剧长香手也是扑得无声无息 他饰演的袁非白 原本是四大公子之首的踏雪公子 因为双腿中毒瘫痪 只能依靠轮椅 是个智勇双全的并娇美少年 但是现实残酷 美少年惨骗油腻大叔 这位自带烟熏眼线和羊腿刘海的 才是剧中的袁非白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红楼梦》中 童年贾宝玉带给余晓彤的自信 让他觉得自己有实力 出演这样的爵士美男 但他本人1米90的大高个 以及在兴头前略显雄装的身材 真的和并娇没有半毛相关系 再加上与小童的五官紧凑并且小巧 小时候看起来挺精致 瘦削的脸庞也很符合贾宝玉的气质 但随着年龄增加 脸盘变大 五官却还凑在一起 配上古装造型就显得违和起来 相比之下 男二观之兵饰演的段月容 虽然也不算什么倾国倾城 但颜值和气场上的碾压不是一心斑点 狼殿下初有闻 饰演者王大陆 看到被狼养大的狼仔少年这个人设 这样子第一个想到的是宋忠记的狼少年 虽然长相清秀 但一双眼睛散发出狼族的野性 而王大陆饰演的狼仔 不知道王大陆接到剧本时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让你演被狼受养的人类 不是让你直接演狼啊 又或许是隔壁鹿顶记里 张艺山的猴系演技给了他灵感 于是他开创出了独树仪式的狼系演技 一开场的短袖露胸装 直接让人梦回人缘泰山 加上一头油腻的长发 让人隔着屏幕都能闻到祭拜年不洗澡的味 心疼王大陆一秒 但更心疼眼对手系的理性 说实话 王大陆这幽黑的皮肤和毫不作作的无关 确实很适合演狼人 但是作为一部古装偶像剧 导演是不是在考虑形象契合度的同时 也考虑一下美甘度和观感 我们要看的不是像狼的狼人 而是帅气的狼人啊 关键是这部剧里的霸总狗血台词论经脉 什么 古早土为台词张口就来 李沁饰演的女主角 还要频繁遭受对方的各种强吻 可是霸道总裁这个职业 虽然最近几年门槛越来越低 但对颜值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有些话有些事本就在过审边缘试探 王大陆的脸一出现 简直就成了法外狂徒张三的犯罪现场 虽然当年演笑人小霸王捧红了王大陆 但是真心希望他能了解自己的颜值和戏路 也放股我爱好者一条生路 简王朝丁宁 实验者李线 谁能想到这样的榜单中 居然会出现现男友李线 他的小和神明明那么圈粉 他在亲爱的热爱的李明明那么有男友力 照理说对于造型的适配度已经挺大了 怎么到了简王朝就仿佛一个二傻子呢 不说了 造型师出来背锅吧 先来说说这个刘海 李线不算浓眉大隐形的帅哥 但身在狗像好 尤其饱满的额头是整张脸的加分项 从他之前的造型来看 露额头的占了大多数 现代装时 偶尔放下刘海会中和整张脸的冷感 显出一丝软萌 但古装造型尤其是武侠剧的造型 本就追求一个匣子 加上一个化蛇天足的刘海 就完全改变了人物的气质 而更让人无语的 是投影纳托斜斜的丸子头 简直为傻子注入了灵魂 造型师大概也知道 把丸子头放在中间可能会变成定小二 于是机智的变换了角度 成功把素人电小二 改造成了智商不高 但坚强自立的电小二 虽然李现代剧中的造型实在不忍直视 但是在了解剧情后 这样子突然就释然了 毕竟扮演的是何伦东的转世 而在剧里何伦东是这个样子 本着转世也不能帅得太明显的原则 造型师才设计了这样的发型 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只是难为了李现的言分 好好的帅哥就被这么糟蹋了 很多人认识金翰是锦绣威央里的反派赤云南 楚桥传里的反派赵兮峰 那时候就觉得他长得真的有几分邪恶 演反派很带感 而他主演的金翰和西刚上线 就有观众吐槽颜值不行 剧中金翰的造型瞅到网友发帖声讨 无论是有刘海的大拖尾还是竖发 有这一股不属于主角的血气 当书粉得知他演了军90后 更是爱好一片 不得不说 这些观众对于男演员的颜值真的很宽容 但凡人设好一点 演技不拉垮 都能让人说一句真香 只要五官长的整齐规矩 就能换来一个帅子 除了以上骨偶丑男 双十宠废的八王爷邢兆林 将军在上的玉井圣一轮 玲珑里的元一零一 也难逃骨偶丑男的标签 观众恐骨偶丑男久矣 归根结底古典美男的风流感 始终离不开相貌 演技气质的共同加持 再多分析 好角色好演员 也敌不过那轻轻一抬眼 有人说五下一死 有人说天涯四美已经成了时代的眼泪 还有人说 古装美男士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或许随着审美的变迁 再难有新一波的天涯四美出现 统一我们对古装男神的全部想象 但即便流行风潮起伏多变 总会出现那么几张面孔 建构起嘴里论道 省事折花的香壶 风格强烈的美 争将长青 虾米将们 你认为古装偶像剧 颜值和演技哪个更重要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记得看完片尾再走哦 这里是虾谈遗体帐 你是我的虾米将 我们的视频verygood 点赞留言和关注 一键三连不耽误 订阅虾谈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